大家好 今天就是二十五日星期三了 五安大家 五安今早這兩天我都冒雨 星期一是冒雨跑步 昨天都是因為報了名 報了名 要拍馬拉圖場 成功報名了 這樣呢 開始練了 是不是 希望七十高齡再創新紀錄 是不是 大角咀是天音 除了大角咀 屯門 東涌 柴灣 是不是 武宇 很正 是不是 將軍澳有陽光 諸如此類多謝各位報天氣 坤士蘭都天氣晴朗 是不是 澳洲 藍天白雲 突然間心情又漂亮了 是不是 超心情漂亮不漂亮呢 我不知道 是不是 昨天我已經看到了 讓別人先講了 各界評論一下 已經過了二十四小時 不止二十四小時啊 昨天是昨天是 記者怎麼這麼困難 豈不是找工商界發表意見 那些很喜歡說話的那些什麼 斯老闆啊 馬士亨那些 很多人的 是不是 問問長實 李嘉誠全部不說話 是不是 彩虹有太陽 發生什麼事呢 阿超 我前面給了一個 我一來不想學燈神 亂猜 接著別人說你fake news 說你造謠 我用了兩個字 我其實時時用這些招 大家有沒有留意 經常怕 又怕別亂說話 這樣那樣 見我為什麼這麼敢言 我是敢言 我說明我自己想的 信不信白狗就走 估計 我估計而已 阿超反壓為主 你看到的 阿超這次要讚你了 好 做得好 就是這樣 一路是逼你走的了 是不是 相信已經安排了 但是突然間你提出我先走了 明天就不做了 你猜怎樣呢 又是大問題 很多事情 除了找人替你 安排 啼啼啼 這個煲龍蝦 你看他 拆教堂他 是不是 真是叫他處理香港這壇的爛灘子 是不是 阿超你帶著整隊都好了 周六弄了一張行政圖給你看 是不是 有空沒事 叫那些三思十五局 這些那樣 上去教訓一下 裝傻了 叫他講就容易而已 叫他做 好 我們叫他怎麼做 突然間阿超就說我劈砲 你知道一劈砲就有很多事了 我想他沒有至於劈砲 既然關門了 那很多事情就坦率了 是不是 那怎麼辦 阿哥 你看7月1日起的 六月底開始插了他三個月 插阿超 各界人士出來插 我一直以來看 我也在前面寫了幾個簡字 簡化了 夏呢 夏呢 夏寶龍呢 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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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靜海侯呢 溜就劉少佳呢 阿超呢 這幾個人的言論 從沒有將改革的責任放在工商界 今天突然說 哦 工商界的贊任 我後面那張圖有人贊我正 是不是好東西呢 是不是好東西呢 工商界是什麼呢 工商企業界 就是所有 二十四小時過去有沒有任何工商企業界出來 我想他們一來就呆了 跟著呢 聰明的 做得工商企業界 那股氣是很糟的 你問他 我說好 好 大雪倒了 現在開始看到雪崩的跡象 大家看不看到 雪崩的跡象 一崩下來的時候 個個找人賴了 現在開始找人賴 竟然賴給工商界 但是工商界是沒什麼的 你賴是誰呢 賴是地產 還是金融 還是零售 工商企業界嘛 你問啊 航運界 我不想有人來的嗎 旅遊界 你又不叫上面的人來 跟著 什麼呢 工商物流嘛 薯片都說了 我們四層是這些 貿易那些 那些 那些就說有就做了 天天都在做 我們很好 還可以撐著 好了 一般市面消費了 那就給你一張圖 你為什麼惡意倒閉 為什麼不繼續撐下去呢 拿到你的家裡 賣了你的房子 繼續撐著商業的環境嘛 你會失機的 真是理睬你都傻了 我告訴你 很多小店不停撐 純粹就很信不信 小店多數是藍的嘛 是吧 找兩餐不想這麼多事的嘛 就個個個都 其實就信了政府嘛 對不對 你說黃店 黃店條 要不就小本經營 要不就很大人性的 臨時搭出來的黃店 藍店呢 歷史又久的嘛 什麼美心啊 那些就是企業了 那些你問他為什麼現在不再請人了 不可以開酒樓啊 不停撐啊 諸如此類啊 那你都會跟他辯護啦 有人開 有人關而已 不是大問題的 在他來說 我都真的莫名其妙啊 跟著呢 二十四時會過去啦 抄來抄去呢 那我說 起碼找到一個人叫楊勇 那這個不是工廠界來的 是吧 那 哎呀 就是 陳勇 哎 部分 這個誰找他訪問的 哦 零一就說 是 這樣呢 陳勇認為 啊 現在要由零做起 你都不知道說什麼 香港 大佬 香港這個大都會幾十年了 你竟然說由零做起 那以前那些是假的 我們現在是什麼 深圳 深圳都不是由零做起啦 是吧 哎呀 應該補短板 未開拓伊斯蘭國家經濟 招商引資啊 推動雙方商務 往來要配套啊 酒店房間要擺伊斯蘭聖經啊 食肆提供清真食品啊 等等 都這麼噁心啊 所以呢 這些就是 陳勇是誰來的 就是 哎呀 認為得出的結論啊 是吧 更應具體呼籲 中央提出的改革 是吧 啊 就是說呢 哎呀 抽水啦 其實呢 如果是公道一點 不是工商界有責任 各界都有 包括這幫工商什麼 建制派 陳勇 陳什麼勇 哎呀 這些人 各個就懂得 你那些蛇齋餅蛹 是吧 分利益知高薪 議員做 你看這些議員有誰出來回應過呢 講一下保龍講話 很有趣啊 各個好像不關他事啊 是吧 我又講了私人 波蘭私人的一個很好的形容詞 我看書看回來 不記得看 都是在哲學的 他說雪崩的時候 沒有一塊雪片是認為自己有責任的 現在個個都是 不關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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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我什麼事啊 我說事啊 一定關你什麼事呢 關李家超事 連夏保龍都推了李家超 我們這些評論開 其他人也評論啦 我評論啦 我是舒服 開心的 其他人評論就拿著新聞 news 一定說新的東西 那你最多是雜誌兩句 這樣那樣的 那我一講 講回來 我記得的嘛 因為幾個月來日日 時事評論 就是夏保龍講過 香港現在那個管治是誰的責任啊 我們會協助香港的中聯辦 港澳辦 港澳辦 港澳辦會協助特區政府 要施政 支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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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 是不是 有空想讓我罵幾句 是不是 諸如此類 那 我們就會支援他們 你記得有一句很金句的 去年的事 去年說過 不過呢 主體責任是特區政府 我們幫忙而已 說過這個 又可以找壹個我也要找壹個pie Renee 我有想過 在哪一天說了 полностью 其實我已經很早已經劃清廣澳辦和中聯辦 他們只是 你看看我早ing月六的圖 又看到了 那張行政圖 其實呢 現實上 沒有人需要向港澳辦和中聯辦負責的 但是他们就整天出来说话 天天叫阿超不行 特区政府不行 但是整个特区政府 如果你问问责 那就有一条线上去 其实不是严格 只是向阿超负责 是吧 三四十几局再加行政会议 甚至立法会 如果你说他有份 立法会是什么 人民代表那些 不是向阿超负责 但是所有建制 官方的建制 行政会议各部 黄源山之类的咨询组织 全部都是向阿什么负责 当然如果有个团上去 当然跟夏宝龙说两句 夏宝龙突然抛了这个波出来 你工商各界都有 这样 我问了 夏二三月 走来调研的时候 他有没有跟工商界讲过那些什么说话呢 有讲过阿爺的 待会告诉你 他有讲过那些什么 很普通 很行的 他下来调研不是特别见工商界的 而是全国界的 劏房的 社区什么 社区客厅的 这些去看的 其实那时候已经有人分析 我也分析过了 他是特意藐视三月的时候 以为很行的 藐视商界 因为现在不让他们说事了 其实商界早就已经被冷落了 虽然在立法会里还有一些田北新那些 田北山那些人 还有些代表性人物 但是呢 甚至中华厂商会那些 香港的商界 就是工商界 工商企业界 难道现在坐单楼那些还是吗 不客气的嘛 做衣服这些 卖东西那些 全部都不是重要 这一样重要 唯一重要的就是金融和地产 但是呢 是不是 金融又有得做下的 是不是 连这个什么 大司都退休了 是不是 施基罗都要跑去台湾 是不是英国 香港两边飞 没什么生涯 评论一下 是不是 如果好环境 这个我们KC博士在香港做几个交易 有一个投资金钱啊 有个交易有一个投资银行 请他是不是 做两个交易 Nah Temenzial 几十万薪金啊 要不需要一两百元 三百元做YouTube片? 还要和这个人柄拆帐啊 限制做十分钟啊 还收回两件水三百元 二三百元啊 为什么是那么多呢 我只是这么多 没有这么多 不好意思啊 踢爆了 那就是很差了 有空要出来粉蜜登场赚一点点代快 如果公司 以他这样的人才 对不对 你可想而知是多差 那些金融 期货那些 诸如此类 我们现在要回来继续讲 阿超究竟现在在做什么呢 阿超讲交代他的改革理念 得出的结论 他说夏宝龙说香港各界 特别是工商界企业界坚定支持长官施政 他说特区提出明确方向 工商企业家不是旁观者 参与者 贡献者和受惠者等 这个我也是第一次听到 当然他立刻兜着 改革必须因地制宜 因时制宜 判断什么改革又另造起 诸如此类 这些就是阿超讲的东西 但是阿超究竟他这一轮中央对香港有没有提过呢 我提出那几个人 全部这几个月来很多意见 是不是 就是夏宝龙 夏宝龙的根据是什么呢 叫特区呢 应该是6月23日 叫他主动作为锐意举格 是不是 就是说呢 叫应变 色变 求变 是不是 我们记住就是这样的根据了 是不是 阿超说过什么呢 阿超就是7月1日的时候 说香港是很行的 我们一切都很行 是什么呢 超级三超 超级联系人 超级增值人 超级发财点 这个就是郑晓龙加给他的 郑晓龙就没什么说话了 但是呢 有这几个人在这里 联系人 增值人 发财点 就是阿超说的三超 那么呢 香港有什么不行呢 到这个郭司 是不是 郭司就是刘兆佳了 刘兆佳写了一篇长文 很多批评 恩循守救 固步自封 是不是 特区政府 是不是 得过且过 是 那就说呢 路径改革要有变的勇气 说特区政府消极抵制 是不是 那是怎样呢 路径改革需要要有破的勇气 这个好像是夏宝龙说的 郑海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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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海后还要拿命了 说得明白了 不是叫你搞几次活动就是改革 是不是 要推进这个劲硬骨头 要建立新思维 是不是 不是搞几次活动就可以了 推进这个改革要KPI化 要破除惯性化 是不是 就是这样 就是这些呢 就是so far说的 没有一个人提及过工商界的问题 是不是 总部署呢 三中全会呢 是不是 全面深化呢 九千多次呢 推进东国现代化的决定 其实没有提过香港的 不过呢 就跟着有很多人出来解读了 就说香港都要扮演角色了 层层压下来呢 压到阿超这里呢 压了他三个月了 那这次上去呢 很明显呢 他们就是夏宝龙呢 都是想再按阿超的时候呢 怎知呢 我就认为呢 阿超就已经开始要反击了 因为你不反击都不行的 是不是 人少少 是不是 咬完架之后呢 立刻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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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恨回阿超 是不是 阿超终于硬起来了 是不是 现在的情况 是不是 这么久以来 你要留意 无论是静海侯 夏宝龙 是不是 阿超 还有其他国人 都没有说过工商企业界是有什么责任的 没有谈过的 改革 创新这些 当然是指特区政府 是不是 至于创新ningar 创新有说过 创新手救故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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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迫 是说没有一套改革推进的蓝图 是不是 这些呢当 fertility呢 当然不是她所说 都是中央责承阿超 全部不行 是不是 这样的情况 阿超、夏宝龙来香港没有见过工商界 没有特别见 好像一次半次 再推上其实夏宝龙有两件事 你记得三年前召见四大地产商 结果见到了 说过很多次了 去年也曾和这个 不如我今天可以看一看这个《大公报》论坛版这个卓冥 解读 第一 充分肯定特区工作 这个说了 他去年12月国家主席回复 见李嘉超时候高度评价 说他敢于担当善作善成 时间差不多九个月 重复说一次 维持了一个评价 最少在这个时刻 不用马上趕人走 不容易 为什么九个月来都不赞他呢 尤其是7月1日之后 三个月来的猛烈攻势之后都不提 现在突然提提 维持你的评价 即是说暂时阿超就可以再采回 但是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个就是大家要想一想 我就想了很久了 我觉得这个是阿超反击的结果 就是绝对不是 骂到你够了 就要赞回来 这回事啊 是吧 给了这么多压力了 阿超究竟做了什么呢 我想叫他弃了炮 不简单而已 又看我的视频就知道了 他已经说 你弹到我这样 你发动各方攻击了我几个月了 是吧 其实呢 之后 叫完交之后呢 你又是说几句好说话 暂时你要肯定 那当然啦 我们下个月就 他要出施政报告 是吧 大家猜他有什么可以做 我真的不知道他有什么可以做 现在死固固啦 是吧 熊猫经济啦 他有什么可以做呢 我真的不知道他有什么可以做 那你问工商界 你那你应该是问工商界的嘛 你那些记者 我想找不到人回应 基本上他们又做什么他们又不可以做 那这样的局面可不可以长远内呢 有些事情就是要是你 要是我啦 根据李家超和茂波的论述呢 经济是有起有跌 那现在呢 开始要平稳啦 看数据 不止啦 我们 就是表面 是吧 撿了很多铺 周街都是 又开了很多铺 在楼上 你知道吗 我都可以开个铺的啊 不过我不用这样而已 我个人无事的 如果我喜欢整间顾问公司 去方便报税之类之类 那我就可以了 我家里开的嘛 很多人在家里做登记 登记就做了公司嘛 所以公司多了呢 多了公司不等于 你看好街的铺都变了嘛 怎样解决呢 没有解决 是吧 继续继架 但是呢 现在就要呢 讲回去年12月 继续继续成这个评价 下主任 这个呢 官方评价 那表示呢 他现在呢 即继续完禁于担当善作善程 隔了9个月 那么继续这个评价 就充分一向肯定 对相关官需要要承认的是 好的 那么这篇文我说是大公报黑的了 这个是准着的 一直强调意结果为目标 结果国安法通过了 维护了国家 现在心无旁傲传 拼经济谋发展 抢人材抢人材一系列成果 我们真的不知道它有什么成果 接着招商人材 吸引人材 专业之类 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地位 是不是 贸易中心对二十届三中厨会打造国际高端人材最集的目标至关重要 赞了轮 下主任表示心法改革 相信特区政府一定能够 成三中全会的东风 团结带领国界应变 识变 求变 这些又重复 接着讲这篇文章 这不是夏宝龙第一次提出这些应变 识变 求变 跟我们同温 这些很准 今年四月 是不是 全国国家安全教育已经指出 是不是 跟掌发展又要识变求变 上个月 工商界学习 关切习近平的座谈会 好像是有这样的事 就是又要大家 工商界开座谈会 识变求变的逻叉 把握国内关系 短短半年内四次提到 应变 识变 求变 是不是 好了 现在就不能只靠特区政府了 是不是 所以改革呢 要不为艰难 不被艰难 全力推进 千头万水事各方面面 那怎么样 不可以单靠政府 整个社会都必须跟上来 是不是 因此 这篇文就解读到这里 就好像没有了下文那样 下主任希望香港社会各界 特别是工商界企业界 坚定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征政府依法施政团结一心 找机会拼金制搞金钱 将爱国爱港疫情化为一个具体的实际行动 齐心协力推动香港由自及卿 主要就是这样 是不是 提及二月来香港考察 我就已经说过了 是 就曾经跟工商界人士进行助谈 叫他们加速庸国家发展大局 一堆这样 工商界处于最前线 一定要做事了 这样 好了 即是呢 十月又说过了 夏宝龙 港澳研究会成立十周年 应该都是一年前了吧 有人恶意唱香港 是不是 所以工商界要团结努力突破 是不是 即是这些假大空 我们看了 夏宝龙背书这么背了 当然不要写出来说了 这个武民说这些还有没有意思呢 大家都可以想一想 是不是 现在又说这些 又啊 然后叫了那些人上去 是不是 又再说 是不是 分别就是呢 今次不是只是骂阿超 而是将整个香港工商界拖下水 是不是拖下水呢 那大家活在香港 我们都看到市面的环境 你都知道工商界 你看到卖楼的情况 千头万岁 半年来 财政问题日渐困扰 我们香港幸好还有批人肯说真话 包括我啦 那不断提了警告 似乎都收到啦 但是怎样呢 如果你说阿超好行 阿超好行 就不用说话啦 为什么整天要说呢 就是说他不行啦 再说过啦 在这么多次 七月以来的 这么多次谈及香港的问题 都是说香港各界 没有说过工商企业界 那为什么不是公务员界 不是社福界 不是大贺 而是突然间说说工商企业界就没有理由 是不是 因为你想不到什么事啊 跟工商企业界有关 工商企业界现在个个就叫救命叫你泵水 是不是 又叫他借钱 又叫这个银行 银行没份啊 工商企业界 银行没份啊 给银行给多些按揭 是不是 是不是 工商企业界给我们最大的印象就是林健福出来哭 现在这样 你竟然叫他帮忙应变息变求变改革创新 是不是 改革主动有为 主动作为 是不是 锐意改革是工商企业界的责任 工商企业界只有一个责任而已 就是赚钱 有投资机会他就投资 有钱的话 如果他已经窮到窮 就叫你给他钱 帮他手 让他不用破产 是求全而已 我们公道说 香港的工商企业界 谁叫你们不支持民主 支持共产党吗 现在呢 不单止自己的价格啦 现在香港还将香港搞成这样的责任呢 本来就是官的责任 首先就是习近平家下宝龙的责任 但是首先推了下去 超 超 不能接 现在推出来 没人要呢 没人接这个锅呢 推给中城费卖是怎样的呢 Кол城费卖是没人上面出声 提意见也不烦 出粮呀 没人拿去赞出的资本家那边 共产党啊 其实最终什么都拿去赞出的资本家啊 香港的恶意不投资 恶意不创新啊 恶意不赚钱啊 这样 你现在看到是不是好笑呢?最喜欢的人只有个笑字 我们不是说喜欢资本家,我们都说地产霸权 但现在他们陷于困境,这个我们都看到 心良好,我们同情好,同情是不同情的,心良有些 但事实就是他们已经危急存亡之秋了 你突然说现在香港的责任是他们 心里面是凉浸浸,不够就赖了他们 跟着又斗,斗夸斗臭他们,共用了他们 他们自己想这件事,去到这个时刻 至于为什么突然阿超咸鱼翻身呢? 我觉得他聰明了,他应该是主动反击了 迫,你都说清楚,你再迫我我就走了 我吃东西就走,明天病了就算了 你很想我走,我就走给你看 说真的他被迫住 他表态之后,你才突然在阿保龙一想 如果明天走了怎样?阿超? 还没得住啊,安排哪个人接他吧 安排哪些哪些哪些?打架了 哪个人接他,跟着他下面那堆人是怎么样? 阿超强那些 原来是这样的,原来就是这样的 香港整个制度并不是你全面管治的 始终是要靠一堆人管治香港 而这些人的头呢,是振振了那个叫做李家超 这个李家超呢,是两年来,全没有领途能力 其他人各自为政的嘛 现在整个政府,整个建制都各自为政的 政府是,每个人做好自己的份内事咯 跟着你说开研讨会,开研讨会咯 我们讨论一下,大家提一下意见,开一下好 然后提一下意见,创新就创新咯,是不是? 那谁不知道吗,因群守够嘛,得过且过 always 那你创新咯,创新也叫做好呢? 你创新也叫做好,叫我支持我就支持 特局政府叫我骂就骂了,不要哭,不创新 我们看到这些现象也没得说 我们静观其变 会不会是,so far也没有人留言说我 你猜错了,他还还没走 他會走 我很肯定 那你現在怎樣 你現在想賴誰 如果你說不是 香港不事都沒有 你全部不出聲 夏寶龍不不出聲 說這麼多話 製造這些話題 製造完了 突然間峰迴路轉 賴下去 賴下去那些受害者 最受害什麼呢 我們窮人不受害的 我們窮人黨有事的時候 是不是 跨國那些 李嘉誠那些 是不是 搬得到錢走的 大概都搬了一些 老闆放在外面 現在是那些小資本家 走不掉在那裡 現在就成為這個罪魁禍首 是不是 就是當年解放之後 是不是 所有社會問題都推到國民黨留下的資本家那裡 這個歷史悲劇 將會在香港上演 是不是 這樣就想你們了 是不是 我很公道的 給阿超的辦法 給所有工商百業 開個研討會 是不是 叫李澤巨 我想他那個人不是香港的了 市長叫誠哥 走了 誠哥你快點要走 市長會議提出一個一萬億的發展大藍圖計劃 丟給阿超 研究一下提議 是不是 建多兩個機場 五條公路 將地鐵延長一倍 填海增加三倍 將香港變為一個兩千萬人的大城市 在未來的二十年裏面 大量填海做地 是不是 幾萬億投資下去 那就行了 最少二十年裏面 就是欠人才 什麼東西 各樣的 是這樣的 其實是這樣的 你看老共本身自己都是靠這樣 不行 繼續加碼 繼續發展 那就出現現在這個 什麼時候他想就去試 但是香港呢 在香港一向都是這樣的 細眉細眼的 你知道這條路都分幾次 是不是 整條門跑勁 單車勁 十年都還沒做 是不是 是這樣的 搞得很行的 現在不是了 不行 要你立即搞定它 那就好了 大家努力了 好了 換話題了 是不是夠長期呢 結論就是阿超也是會走的 因為我看到他 他是鬆了一口氣 終於一下把鑊射了出去 不關我事 問工商界 我想所有其他公務員都回來了 顧錢 不關我們事 工商界的事 去 工商界的事 那打後 我不知道 很快大家會看到 你工商界有什麼反應呢 沒有反應 一天24小時的時候 記者麻煩你追一下 是不是 公開講好 私下講好 私下一定說你傻瓜 下煲窿 煲窿和李家超一起炒了就對了 好了 講回一個香港的話題 好 唉 好 謝謝 就先問我們 我們會在香港 把鑊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